神秘老者将八卦镜向千年殷尸的额头挨去 但千年殷尸虽然带起架来毫无章法 但却力大无穷 速度奇怪 他挥避向老者打去 老者不敢硬碰 只能闪避 所以也就无法对殷尸进行攻击了 我绕到殷尸背后 狠狠一脚踹在了他的腿上 他被我踹得跪在了地上 我轻贺一声 动手 老者将燃烧的八卦镜直接引在了殷尸的额头 哄一声 将尸再次向后倒飞 而我呢 就站在他后边 他将我撞在了后面的一棵树上 我只觉得胸口一闷 我呼吸瞬间就变得急促 鼻血也流了出来 紫毛将回身向我的胸口插来 我此时状态很差 躲得慢了一步 他的指甲擦着我的胳膊就插进了树干 同时呢 也划破了我胳膊的皮肤 其实我刚才呀 可以让胳膊火焰化的 但是呢 剑男 兔顶中年 宋老 当然全都在上 而且呢 我也不能继续在神秘老者面前展示自己的隐能了 所以呢 才没有使用 我将他插在树干的手啊 用胳膊紧紧的夹住 千年一时 见自己的手被我夹住了 张着血盆大口啊 向我的面部咬来 我赶忙抬起胳膊 用手肘顶住紫毛僵的脖子 防止啊 他咬 咬到我 他竟然咬不到我呀 有些毛躁了起来 挥舞着另一只手向我的天灵盖拍来 这攻击啊 没有办法躲开 我瞪大了眼睛 看着那手掌一点点逼近自己的天灵盖 正当此危急时刻 剑男 从后边扑了上来 紧紧的抓住了千年殷尸的手 神秘老者和宋老等人也围了上来 神秘老者将八卦镜贴在了千年殷尸的额头 再一次将千年殷尸打到盗飞出去 千年殷尸起身就跑啊 速度极快 宋老等人要追 神秘老者说道 算了 别追了 你们追上去啊 也打不过那孽障 而且这兔崽子也受伤了 必须马上驱毒 不用管我 老三王 你去追殷尸吧 听他骂我兔崽子呀 我也毫不客气的回了一句 神秘老者撕开我受伤部位的 衣服从口罩中拿出一个小瓶子 将里面的白色粉末倒了出来一些 按在了我的伤口上 我呀并不怀疑这是毒药 因为如果他想害我的话 直接不救我就可以了 我们距离村子非常远 无法及时的找到医生 注射血清 所以呢 如果他真的想害死我 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 但我呢 还是问了一句 这不会是毒药吧 谁料呢 他竟然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这的确是毒药 如果正常人吃了这种药啊 会头晕 目悬 四肢无力 腹泻呕吐 但是这种药啊 对尸毒有奇效 这就叫以毒攻毒 懂吗 说的倒是挺专业的 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老者呢 这个药粉擦在我伤口之后 撸起了袖子 指着胳膊上的一条疤肝说道 这是我十三年前 被殷尸抓伤的 那殷尸至少有六七百年的到 但我到现在还没有死 这就是药粉的功劳 喂 老杂毛 你身上有没有伤口啊 兔崽子 不管怎么说 我也救了你一命 你还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我叹了他双手说道 名声啊 只是个代号 叫什么都可以 还是先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吧 你身上有没有伤口 神秘老者说道 没有 问这个干什么 我照照眉毛 果然 昨天那个人不是你啊 昨晚呢 我之所以发现了个山洞 是因为我在洞口发现了一些血迹 我将昨晚跟踪的事情啊 大致说了一遍 然后问道 可是你惊动的时候 说了一句 你果然中计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 老者呀 也皱着眉毛说道 你真的和那紫毛江 没有关系 当然呀 在此之前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边有个小山村 神秘老者说道 可是我昨晚 并没有去过村子 那也就是说 昨晚呢 还有另一个人 事情是这样的 一次偶然呢 我发现高玉 在这边秘密养尸 虽然不知道 他是跟谁学的 但我敢保证 肯定不是老高 他说的老高啊 应该就是高玉的父亲 或者爷爷了吧 神秘老者继续说道 养尸养鬼 是倒家大忌 我跟他来到这个小山村 发现他正在进行 某种神秘的仪式 试图呢 控制前年殷尸 而我打断了这个仪式 前年殷尸 不受控制 跑了出去 到与身怀多种邪术啊 我毫无防备之想 被他打伤 于是呢 便一直躲在这森林之中 寻找前年殷尸的踪迹 两天后 我发现那个小村子的时候啊 村子里已经没有活人了 再后来呢 我发现了 所在紫毛江的那个山洞 发现紫毛江已经成功的 被养尸人控制住了 于是我用了点小手段 让紫毛江啊 无差别的攻击活物 就连养尸人也不例外 因为我猜测 养尸人肯定会回来找紫毛江 所以呢 昨晚啊 我还以为你是养尸人 听到僵尸的吼声 我马上就跑了过去 刚一紧动啊 就发现你被打伤了 所以我才说了一句 你果然中计了 原来如此 一切呢 都理清了 昨晚那个人 百分之百就是高欲 因为啊 时间赶得太巧了 我和神秘老者 都误会了彼此 宋老说的 哎 许大人 我诚心介绍一下 这小子啊 叫李小龙 上次庆天之事件中 他也有参与 人民呢 非常好 身手也很厉害 可以独自啊 灭杀掉紫毛僵尸 而且后来的罪魁祸首啊 也死在了他住的后院里 他实力啊 非常高兴 我接到你的飞鸽传书之后 便找到了小龙 想让他前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至于他的实力 你也看到了 神秘老者呢 认可的点了点头 年纪轻轻 竟有这般实力 难得 我对建南说道 建南啊 刚才谢谢你了 建南呢 一边撕着破道袍 爆炸山口 一边啊 说道 那就多给我发点奖金吧 多给我点带薪的休假 无奈的说道 哎呀算了 还是不跟你客气 宋老说道 高宇这孩子小时候挺乖巧的 怎么就走上了邪秀这条路呢 他爸已经死了 如果他也死了 我们怎么向老告交代呀 神秘老者说道 哎呀 难就难在这里 此子究竟应该如何解决 是个大难题呀 抓住他 直接打成废人 正是因为他养尸 才让这一村之人死于非命 为免他以后继续养尸害人 打成残废 也是好的选择 不行 他是高家唯一的后代 把他打残 我们没法向老告交代呀 五小时候 虽然阴尸毒啊 被抑制住了 但那白色的粉末 也让我浑身乏力 我们商议之下 决定让宋老 建南等人先回去 就说我呀 为了掩护他们逃走 被千年阴尸杀死了 让高宇放松戒心 实际上啊 我要跟神秘老者 一起去追寻 千年阴尸 建人等人走了之后 神秘老者问道 你刚才为什么不用那神奇的能力啊 不想让他们知道吗 是的 希望呢 你也能帮我保密 当然 我一直都在帮你保密 可惜啊 如果刚才你用出真正实力的话 或许千年阴尸 已经被杀掉了 不要紧 机会啊 还有的是 不过我现在这副模样 似乎无法对付千年阴尸了 我觉得自己 四肢无力啊 神秘老者说道 那是药粉的副作用 24小时就会消失 两天后 我们终于追到了千年阴尸 由于神秘老者呀 已经知道了我的能力 所以呢 我也没有隐藏 直接用出隐能 再加上老者精湛的倒数 我们很快啊 就将千年阴尸身上的阴气 全部打散 没有阴气护铁 他便不在 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 最后呢 被我卸掉关节 凭着中午猛烈的阳光 直接烧毁了千年阴尸 神秘老者呀 毫无形象的坐在地板上 哎 终于杀掉了这个念处 我这把老骨头啊 被他折腾了十多天呢 这次回去 恐怕要休息几个月 才能恢复过来 哎 您都这么大年纪了 以后啊 就别出来冒险了 嘿 你以为我想来呀 他叹了叹口气 说道 哎 对了 小崽子啊 我看你身手很好 又有艺术在身 但你的倒数修为呀 哎呀 太差了 我眼界很高 一辈子呢 没收过徒弟 见到你之后呢 我起了爱财之心 怎么样 要不要改拜到我的门下 我将一身的倒数 尽数呢 传授于你 莫说呀 我只有两年的寿命 没时间学倒数 就算我有无限的寿命 也不会更改门牌的 我呵呵笑了笑 老东西啊 谢谢你的好意了 不过呢 我已经有师父了 今生都不会更改师盘 师门短 你师父是谁 我要和你师父亲自谈谈 师父他老人家呀 已经先世了 神秘老者叹了口气 哎 可惜了 你这个好苗子呀 说我是好苗子 老骗子还整天损我 说我什么天资舆论呢 老者呢 沉默了一会儿 仿佛决定了什么 他说道 罢了罢了 我一生都没有徒弟 如果呢 就这样死了 我这一脉倒数 也就失传了 这样 我不需要你 败在我的门下 但是呢 我仍然愿意将一身倒数 传授与你 这次行了吧 他呀 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但我呢 仍然摇头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学 而且师父呢 也经常说我天资愚钝 在倒数上啊 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不过呢 我可以将我师弟介绍给你 我师弟乃是先天道体 什么 先天道体 神秘老者 似乎非常震惊 是啊 先天道体怎么了 当年老骗子知道 剑男士先天道体的时候啊 只是微微的惊讶了一下 并没有这么大的反应 神秘老者站了起来 真的是先天道体 我确定得点点头 是的 我师弟啊 杨火出奇的旺盛 从出生呢 就拥有天杨眼 任何妖魔鬼怪 在他面前啊 无处遁形 神秘老者激动的笔划道 你师弟就 就是那个 把道袍 蒙在脑袋上的小伙子 回想起 剑男的印度阿三的形象啊 我无奈的点了点头 好好好 神秘老者呀 连说了三个好 让我说道 我就要你师弟了 这个嘛 还要问问我师弟的 光是你答应是没用的 不过老东西啊 咱们可先说好 你教导他没问题 但你呢 可不能让他改拜在你的门下 这样做呢 是不道德的 我对他的称呼啊 从老杂毛 改成了老东西 他对我的称呼 也从兔崽子 改成了小崽子 放心吧 我老头子说话 算话 不会做那么下流的事 哎 我现在很疑惑 你师父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能交出你这种弟子 更有一个先天 道体的徒弟 回想起威武和爱的老骗子呀 我听起胸囊说道 我师父是牛锦涛 牛锦涛 老者重复了一句 呃 没听说过 我只听说过 胡锦涛 我心中暗风一声啊 我师父 岂是你能看穿的 我师父是一招就能说是红毛江的牛人呢 如果按照最难降服 腰五排行榜来算啊 红毛江的排名还在千年一师前面呢 其实呢 也确实如此 红毛江是移动速度极快 连堪比子弹的哨声剑气呀 都能躲过去 而且移动起来根本就看不清身影 至于千年一师的嘛 虽然难对付 但是呢 却没有那么变态 所以呢 在我和老者的联手之下 才将其击杀 我笑了笑说道 我师父的名气啊 的确不大 但他老人的道会儿啊 却很高 嗯 我能想象到 真想 会会你师父啊 老者感慨的说道 还是说说高玉的问题吧 听你的描述 高玉啊 也没那么容易对付 五天后 我们离开了山脉 高玉啊 拒捕 被我和老者联手抓了起来 并且被我用十六路擒打手 卸掉了金关锦 然后将他双手双脚 用绳子捆住 抬出了深山 神秘老者说 要将他带回去 交给他爷爷 看他爷爷想怎么处置 建南呢 在我的忽悠下 答应了 去跟神秘老者学艺 不过前提是啊 他去学艺艺的时候 必须有工资 我告诉他 不光有工资 而且以后啊 还给他涨工资 一个月六千 建南呢 差点没笑抽过去 当场啊 就答应了下来 这样或还不知道 当一个真正的道士 有多赚钱 远比啊 他修鞋 配钥匙赚得多 而我呢 和建南直接踏上了 返回静天式的火车 神秘老者 本来想让建南啊 直接跟他走的 但建南呢 却执意要回去看看女朋友 然后采取学艺 从山区出来之后啊 手机就恢复了信号 小灵姐的信息 全都涌了过来 还有老爹老妈发来的 甚至还有一条是 小慧的 当时进入山区的时候啊 我根本就没想到 会耽误这么长的时间 这一来一回 连带火车和在北京的时间 一共用了16天 我的假期呢 只剩下8天了 这时间呢 过得太快了 我都有点后悔了 早知道会耽误这么久啊 就不应该去参加年会 结果呢 被高玉摆了一道 我和老爹老妈和小灵姐 报了个平安 因为小灵姐最近啊 发的信息都很焦急 我怕她担心过度 又会心力焦脆 所以呢 还是给她回了个电话 火车到达庆天市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我和建南走出车站 却惊讶的发现啊 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外面 是小灵姐 她看到我之后呢 快步走了过来 直接抱住了我 她碰到了我胸口的伤 我鼻子抽搐了一下 不过呢 却没有推开她 因为我也很享受 和她拥抱的感觉 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啊 我告诉了她车次 但是呢 却并没有告她 几点到站 看来她呀 是特地查询了 车次到站的时间 所以呀 一早就来这边等我了 我心中除了感动 再也没有其他的情绪 建南说道 道哥啊 你们慢慢拥抱吧 我先走了哈 我嗡了一声 然后对不远处的流血大姐 挥了挥手 打了个招呼 小灵姐呀 抱了我好一会儿 我说道 小灵姐啊 好多人看呢 她这才恋恋不舍的 放开了我 去你家吧 呃 好 吃过晚饭呀 按照惯例 我送小灵姐回到住处 这次没等她主动邀请 我就说道 呃 我想上去坐坐 嗯 进屋之后啊 我坐在沙发上 她准备去给我泡茶 但我呢 却拉住了她的手 说道 小灵姐 别忙了 其实你知道 我不喜欢喝茶的 坐下来 说会儿话吧 她坐在我身边 柔声的问道 怎么了 我沉默了几秒钟 说道 小灵姐 我又要走了 她的目光啊 有些落寞 但却仍然笑着说道 去办事吗 好啊 你注意安全就好了 不是的 我这次啊 有可能会离开很久 你还是 她就按住了我的嘴 声音委屈的说道 我都说过了 我会一直等你 你一年回来 我就等你一年 你十年回来 我就等你十年 我又沉默了 如果 我再也不回来了呢 她留下了两行青泪 那我就去找你 我身体一颤了 握着拳头问道 你去哪里找我呀 你在哪里 我就去哪里 她哽咽的说道 我哭了 我紧紧的抱着 小灵姐 有些不知所措的说道 小龙 你怎么了 你别哭啊 小灵姐 你不要等我了 乖 如果你还爱我 就答应我 最后一个要求吧 我不 虽然你现在 总想让我离开 但你知不知道 你曾经 给了我多少感动 我非你不嫁 我们相拥了好久好久 我才离开 小灵姐的住处 刚才呢 我给了她一些暗示 以她细腻的心思 应该已经猜到了真相 我刚才说了一句 如果我再也回不来了呢 配合着上次 我从张家回来后 就性情大变 她应该猜到 我得了什么绝症 而且是张家 也治不好的绝症 但她还说出了 我在哪里 她就去哪里的话 我本事啊 想提示她 我得了绝症 让她离开我的 但她不但不离开我 反而愿意陪我一起死 我最怕的 就是这种结果 深吸了一口气 我拿出手机 拨通了小灰的电话 从山区出来啊 就看到她发来的信息 问我电话 怎么打不通 什么时候啊 收到短信 给她回个电话 我前几天啊 心情不太好 所以呢 一直没给她回电话 而且我本人 也还没回家 就算给她回电话 也没用 毕竟是朋友一场 应该给她打个电话 询问一下 到底遇到了 什么样的难题 电话啊 很快就接通了 小灰有些惊恐的说道 小龙 你在哪里 怎么前几天 电话都打不通啊 我前几天啊 去了某个山区 没有信号 你怎么了 我微微皱眉问道 我 我家闹鬼了 有个小鬼 长得好吓人呢 小龙 小龙求求你 快来救救我 小灰啊 哭了出来 小鬼 我赶忙安慰她 你别哭 慢慢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鬼 有个好可怕的小鬼 她 啊 电话那边啊 传来了小灰的尖叫声 伴随着还有刺耳的干扰声 还真有鬼 按理说 鬼一般的 不会无缘无故的害人呀 就算有 也是极少数 怎么就找到小灰的头上 从这里去庆天室 一来一回啊 要折腾好几天 而我的假期 却只剩下了七天 我想安心的在家陪父母 但是小灰 难道 真的不去管她吗 如果当年 不是机缘巧合呀 我也不会来到麒麟市 不来到麒麟市 也就不会碰上小灵姐 我深吸了口气 还是不 不睁眼的 还是不能眼看着小灰被鬼缠死 而且那鬼啊 似乎还挺凶的 耽搁的越久 他就有危险 我打了个车 赶回家 一边收拾背包 一边说道 爸妈 我要连夜去一趟庆天室 你这凶孩子 走了半个月 刚回来 屁股还没坐热呢 又要走 这么晚了 去庆天室干嘛呀 妈 这次真的是急事 还记得小慧吧 他家里闹鬼了 而且那鬼啊 还挺凶的 耽搁的时间越长 就有危险 作为朋友啊 我必须赶过去一趟 不过你们放心 我处理完呢 马上就赶回来 唉 去吧去吧 注意安全啊 我戴上了几件道具 连夜的背包出门 直奔火车站 在计程车上啊 小慧又打来了电话 小龙 那个鬼又来吓我了 他长得好吓人 求你了小龙 快来救救我吧 我快受不了了 我安慰的说道 别怕 我现在啊 就去火车站 连夜坐车去庆天室 那你一定要快点来 那小鬼 一天比一天凶了 别怕 我上次给你的护身符还在吧 把护身符戴在身上 另外白天啊 多晒太阳 最好能再吃点人参类的补品 比如参汤什么的 我尽量啊 找个快车次 估计明晚就能到庆天室 小慧呢 哽咽的说道 嗯 小龙 谢谢你 没事 我们是朋友吗 到了火车站 我还真买到了一趟快车的票 等我上了火车呀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车上的人不多 整体车厢啊 也就二三十个 大多呀 都在睡觉 韩生此起彼伏 我的位子被一个女孩占了 她睡的啊 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毫无形象的将腿岔开 占了两个人的位子 好在车里的空位很多呀 我暂时坐在对面 从包里 拿出小龙姐的照片 发呆的看了起来 小龙姐 我的最爱 你让我怎么办才好呢 到达庆天室火车站的时候了 已经是晚上八点二十了 小慧给我发信息 说她呀 正在上晚自习 不能出来接我 让我直接去学校找她 我打了个车呀 直奔小慧的学校 来到学校附近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我看了看周围 直接分栏杆 跳进了学校 然后啊 一边走 一边掐着手机 给小慧发短信 告诉她 我已经到学校了 正当死时啊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 我抬头看了看 天色很暗 勉强能看出 对方好像是个男人 我没搭理她呀 我继续掐着手机 发信息 男人走到我身边问道 这么晚了 你不上晚自习 背着书包 想去哪里呀 把手机拿过来 没收 我上下打量她两眼 你谁呀你 我是谁 我是校长 高中生不许带手机 你知不知道 校长 没错啊 我的年龄很像学生 而且呢 还背着黑色背包 如果我说自己 不是本校的学生啊 估计她会报警 然后呢 我被警察请出去喝茶 但如果承认我是本校的学生啊 他会没收我的手机啊 还会盘我盘问我是哪个班的 正当此时啊 直接一个男鬼飘到了校长身后 一边挥拳打校长 一边说道 王八蛋 勾引我老婆 那个贱人 跟何谋 将我害死 老天无言啊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这种 一关亲手 我为什么能看见鬼啊 因为啊 我知道有鬼缠着小慧 我想先跳进来查探一番 所以呢 刚才在校外 便开了眼 男鬼的道儿很差 他的拳头 从校长身上穿过 只能让校长啊 打个冷拆 毕竟阴气心体 会让人感觉到寒冷 听着男鬼的话呀 就知道 这校长啊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眼睛转了转 冷笑一声 我就是来找你的 找我 我模仿着大姐阴森的语气 说道 没错 我也是受人之托 你个禽兽 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 你勾引了她的老婆 并且和她建人合谋 将她杀害 我正是受她的委托 前来找你索命的 胡说 他大惊失色 连连后退啊 不可能 我亲眼看着她被火化了 我胡说 自从她死后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莫名其妙的寒冷啊 就像刚才那样 因为她一直都在缠着你 胡说 他呀 似乎受到什么刺激 转身呢 跌跌撞撞的 向教学楼跑去 而那个鬼啊 没追上去 而是愣愣的看着我 不用惊讶 我能看见你 为什么 除了你之外 没人能看得见我 这不用你管 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不行 既然你能看得到我 你就必须帮我杀了那个混蛋 他呀 面部扭曲的说道 我呀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我没空 的确 我的假期呀 只有六天了 处理完小慧的事 我就想回家陪伴爸妈了 不想再将时间浪费在其他人身上 毕竟啊 寿命有限 时间要算计着过 如果我帮这个鬼去偷案 警察呀 肯定会扣留我 问我为什么知道真相 是不是和这个案子有关系 难道让我告诉警察 我是个道士 能看到死者的鬼魂 没准啊 又要耽误好几天 如果错过了回换雨额的日子呀 我就有大麻烦了 你不帮我 我就永远缠着你 难鬼威胁的 我想了想说道 今天我没空 明天呀 我帮你给警方投一封匿名信 现在呀 我还有正事要做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否则呀 我就不客气了 我能看得到你 当然也知道对付你的方法 难鬼呀 对我倒了几声蟹 便飘走了 估计呀 又找校长玩去了 哎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啊 这就是我国的社会风气 九点 我告诉他 说我就在操场的棋杆下 下课铃一响啊 学生们蜂拥般的走了出来 小慧呀 很快找到了我 见到我之后 他惊喜的说道 小龙 能再次见到你 真的太好了 瞧你说的 好像生理死别似的 我笑了笑问他 哎 那鬼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慧 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大约是一周前 我半夜睡觉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一些声音 睁开眼睛后发现 居然有一个可怕的小鬼 坐在我的床上 他就像个婴儿般大小 满身都是血 面部呢 还有些扭曲 我当时 惊叫了一声 就晕了过去 接下来的几天呢 我每天都能看到他 一开始 他还只是吓我 最近几天 却对我进行了攻击 他每次碰到我 我都感觉身体好冷 那小鬼 平均什么时候 都来找你啊 大约 十一二点的样子 呃 是紫时 你住校吗 如果住校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 进入女生宿舍的呀 那怎么办呀 我必须回宿舍的 小慧呀 为难的说道 那 哎 你们宿舍的窗户 有没有护栏啊 啊 干嘛 你不会是想 小慧呀 有些脸红的说道 一楼和二楼 有护栏 再往上面 你就没有了 啊 那你告诉我 女厕所是哪个窗户 晚上寝室 熄灯之后啊 你到女厕所 确定没人之后 把门关好 然后叫我一声 我直接跳上去 在厕所里边啊 解决小鬼 小慧脸红红的说道 熄灯是晚上十点 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啊 厕所基本就没有人了 可是这样的话 你要在下面 等我两个小时 那都不好意思啊 小慧呢 给我指着指 女厕所的窗户 我们约好 半夜十一点的时候 踏到三楼的女厕所 打开窗户 我呢 直接爬上去就行了 小慧回寝室去了 回寝室去了 我坐在校园树林段 长椅中 闲来无聊 打开了黑色背包 从里面啊 取出了一个 鞍鸳蛋大小的石头 这玩意儿啊 是千千殷尸身上的 千千殷尸被火化之后 我在骨灰中 发现了这个东西 神秘老者呀 也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估计这东西啊 可能像佛舍粒一样 是殷尸身上的精华所在 所以呢 我便带了回来 此时正好闲着没事 刚好拿出来研究研究 不过呢 由于害怕有毒啊 我不敢直接用手触碰 而是用塑料袋 将它包了起来 这玩意儿看起来啊 跟石头差不多 似乎呀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准 这本来就是一块石头 被千千殷尸不小心 吞下肚子 我往地上摔了几下 在这一摔之下呀 竟然发现 石头表皮裂开了 里面是一个 晶莹剔透的小石头 而且还散发着 非常微弱的光芒 咦 这是什么东西呢 好神奇 我赶忙从背包中 拿出了一次性的手套 戴在手上 捡起了地上的小石头 左看右看 这小石头啊 隐隐散发着光泽 有点像是护身符啊 我给老爸老妈和小灵姐 制造的护身符身上 都有光泽 跟这个差不多 殷尸会随身携带护身符 这不科学呀 就算护身符 伤不到千千殷尸 他也一定会觉得不舒服 肯定不会带有这种东西 而且这东西 虽然引有光泽流动 但他并没有散发出阴气 或者阳气 所以啊 这肯定不是护身符 但是呢 他为什么跟护身符 那么像呢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管他是什么东西了 肯定不寻常就是了 想到我一时好奇 竟然捡到了这么个宝贝啊 正当此时 小灵姐打了个电话 我和她泡了接近一小时的电话 挂在电话之后啊 我又仔细的看了一块小石头 然后将它小心的包好 然后放进了背包的暗格 这东西的价值啊 可能不亚于空间戒指 有空啊 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明月啊 逐渐升起 11点很快就到了 我早就绕到了 女生宿舍的后面 啊 等待小灰的信号 不多时 小灰在三楼的一个窗户 探出了头 对我摆了摆手 我借着一楼和二楼的虎栏 直接爬上了三楼 如果是正常人呢 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的艰难 还有掉下去的危险 但对于我来说呀 难度并不大 只用了不到二十秒啊 我就顺利的进入了三楼的女厕所 小灰知道我的身份 有我在身边 他似乎安心了不少 此时还打趣的说道 哼 钻人窗户这种事 没少干吧 你动作看起来 好像很熟练的 主要是我足够敏捷 如果像你这么胖 可就爬不上来了 我呢 也开了个玩笑 的确 小灰啊 比以前胖了点 小灰说道 是啊 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 吃的食物也比以前好 我这就叫做呀 每逢佳节胖三斤 倒是你 怎么看起来越来越瘦了 小灰啊 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我苦笑了一下 前阵子就换雨格了 吃了三个多月的树叶 出来之后啊 又废功能衰竭 每天鼻子持续流血 再加上前半个月 是在山区度过的 吃的东西很少 不受才怪呢 但我呀 不能跟他说实话 于是玩笑道 想你想的 真的假的 你女朋友那么漂亮 还会想我 对了 你还和那个女朋友交往吗 小灰啊 有些期待的问道 我点了点头 我很爱他 小灰情绪啊 似乎有些失落 什么爱不爱的 我们年纪还小 哪懂得什么叫做爱啊 都是乱玩的 对此啊 我只能抱一笑 我和小灵姐 都是深爱彼此的 我确信 那就是爱 大约等了十分钟左右啊 那个满身血迹的小鬼 终于出现了 但我呢 却眉毛一皱 这小鬼看起来太眼熟了 这不是小灰的双胞胎妹妹吗 也就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原因 当年女侠呀 已经将她带走了 现在怎么又回来了呢 难道女侠没带她去投胎吗 她见到我之后啊 也露出了忌惮的神色 小灰躲在我的身后 紧紧的抓着我的衣服 我低声问道 几年前 你不是已经被带走了吗 为什么没去投胎 为什么又回来了 她的身影啊 一阵模糊 忽然幻化成了小灰的样子 也对 她们本来啊 就是双胞胎姐妹 她声音有些尖锐的说道 生活条件变好了 只有姐姐能享受这么好的生活 不公平 我要让她变成鬼 来陪我 我声音提高了一些 回答我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去投胎 慕容待遇没教你怎么做鬼吗 我 她当年把我带到一个地方 叫我一些东西 然后就走了 我不想投胎 当年她让我去投胎 我告诉她 我想好好学会她的本事 以后保护姐姐 你就是这么保护你姐姐的 想把她害死 我历生质问她 可是只有姐姐能吃好吃的 穿好衣服 住好房子 我只能在一边干着 我不公平 但是啊 你已经死了 你姐姐是无辜的 你害死她呢 也于事无果 她的死 只能满足你扭曲的心理罢了 看在小灰的面子上 我不杀你啊 但是你是一颗定时炸弹 你必须去幽冥投胎 哼 你以为我还像两年前一样 任你摆布吗 她尖叫了一声 向我扑了过来 我不慌不忙啊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羊符 点燃 然后打在她的身上 就她这两下子啊 充其量 跟大姐一开始的道啊 差不多 现在的我 当然可以轻易将她击败 她鬼叫一声 一个招面就被我打成了重伤 鬼影暗淡 似乎啊 随时都会消散一般 我又从口袋中 夹出了一张羊符 向她缓缓的走去 准备啊 将这张羊符贴在她身上 以防止她穿墙逃走 燃烧的羊符 和不燃烧的羊符啊 效果不同 燃烧的羊符可以对鬼物造成巨大的伤害 而不燃烧的羊符呢 虽然也能对鬼物造成伤害 但是啊 伤害非常小 主要作用是贴在鬼物身上 鬼物呢 便无法穿墙 而正当我走向院婴的时候 小慧却拉住了我 小龙 被打死她 她真的是我双胞胎妹妹吗 我呀 将两年多以前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遍 小慧慢慢走到院婴身边伸出手 试图将院婴拉过来 同时说道 妹妹 我以前听妈妈说过 我的确有个生胞胎妹妹 但生下来没多久 就死去了 对不起 这么多年 你都没感受到父爱和母爱 院婴沉默了 然后小慧和院婴谈了好一会儿 院婴给小慧道了个歉 说以前都是她自私 以后她一定会好好保护姐姐的 我根本就信不过院婴 这只鬼的心智太不成熟了 不像流血大姐那样沉稳 让她留在小慧身边 我根本就不放心 但是小慧却坚决相信 她妹妹是真的悔悟了 让我留下她妹妹 我再三警告小慧之后 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既然如此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取出了一张洋服 点燃了小慧双肩的洋火 然后教导了一下月婴 如何让某个人类 不惜用洋火的情况下 直接看到她的方法 但同时也告诫她 不能用这招去吓人 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道士 如果被其他道士发现 她就危险了 从学校出来 已经快半夜十二点了 我有些劳累 准备在这里休息一晚 明天再走 于是我在学校附近 找了个快捷宾馆 住了进去 同时也给小慧发了个信息 告诉她 我已经安全的到达了宾馆 还问月婴有没有伤害她 她说没有 妹妹很好 我放心的躺在床上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虽然很疲倦 但是我的生物钟还在 第二天早上三点左右 按时醒来 虽然还没睡够 但是我还是爬了起来 由于身上有伤口 不能洗澡 于是我用湿毛巾 擦了一下身子 然后将伤口的药和绷带 重新换了一次 由于胳膊和伤口有伤 不能做俯卧撑 或者其他的剧烈运动 只能打坐了 打坐到六点 我睁开眼睛 忽然心血来潮 从背包中拿出风雷扇 仔细观看了起来 看着看着 我忽然发现 从左边属 第三片扇鼓上 竟然刻着一个浅浅的图案 以前竟然没有发现 而且这图案和制作护身符 使刻画的印符 非常相似 难道风雷扇也可以像护身符一样 吸收能量 这可是一个大发现 我想了想 决定尝试一下 看看这究竟是不是护身符的浮印 如果真是浮印的话 激活之后便会自动吸收方圆三米之内的阳气 究竟是不是浮印 事实知道了 我咬破舌尖 沾了点舌尖的精血 抹在了风雷扇上 刚把精血抹在浮印上 一股吸力瞬间就从风雷扇中传了过来 而且吸力非常大 我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阳气正在快速的被扇子吸走 我一惊之下将扇子扔到了窗台上 身子迅速后退 退到门口的位置 那吸力才消失 不好 背包还在窗台附近 呈影剑不会出问题吧 不过想想应该没事 毕竟呈影剑本身是不具备阳气的 每次使用的时候都需要使用者自己灌注阳气 才能正常使用 所以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吸力会波及周围三米的范围 应该不会影响到左右邻居和楼上楼下 十分钟之后 我试着慢慢逼近风雷扇 因为浮印每次激活只能维持十分钟左右 在这十分钟之内 它会自动吸收方圆三米之内的一切能量 随着慢慢逼近 我发现那股吸力消失了 走到扇子前将半开着的扇子拿起来 但随着我拿起 扇子中竟然产生了一道进风 吹着窗帘胡乱飘动 我的动作僵住了 怎么回事 我的动作并不快 怎么会产生这么强的风 就算我拿着扇子 用力的对着窗帘扇 也不应该产生这么大的风 我的脑海中 忽然想起了龙晨说了一句话 风雷扇没了真缘和废品无异 否则正山为风 反山为雷 威力无穷 难道我误打误撞 让风雷扇吸收了真缘 不可能 这风雷三米之内 根本就不可能有蕴含真缘的东西 但这个疑惑 只是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马上就被惊喜填满 风雷扇 正山为风 反山为雷 那么我刚才是正山 那我要试试反山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产生雷电 我小心的打开扇子 轻轻的反山了一下 一道电弧从风雷扇中射出 射在了墙上 将墙壁纸烧焦了一大块 真的有雷 但是呢 只是这点威力的话 似乎和威力无穷 四个字扯不上关系吧 难道是因为我刚才扇子太轻了 因为我怕太用力会把扇子弄坏 但忽然想起龙晨说过 风雷扇的扇果是用特制的乌木制成 扇面呢 用天残丝制成 刀枪不露 水火不清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用力也不会弄坏扇子 但如果事情啊 真的如我猜测的那样 用力就会增加威力 如果扇出雷电的话 那可能会引起火灾啊 所以啊 还是正山试试吧 风再大呀 也没关系 但我也没有用出全力 快速的扇了一下 下时间的 一阵狂风从扇子中呼啸而出啊 连桌子上的台灯都被吹到了地上 被子和枕头也全都吹到了地上 窗帘凌空乱雾 狂风在屋里呼啸了三四秒钟才停了下来 我塞 竟然这么猛 如果我拥尽全力反射的话 出现的雷电会有多强呢 无法预知 正当我安安窃喜的时候啊 一个鬼从外面飘了进来 是小灰的妹妹 那个怨英 她焦急的说道 求求你 救救我姐姐 姐姐早晨在学校被绑架了 他们那边有个厉害的道士 他们要将我打散 而是让我来找你 说是夏超然 请你去喝茶 如果去晚了 他们就杀了姐姐 他们在庆天市城东 新院开发区边缘的储物仓库 你快点去救姐姐呀 我皱了皱眉 夏超然 他怎么知道我在庆天市的 来不及多想啊 我拎上了黑色背包 同时呢 掏出了电话 准备报警 但怨英呢 却阻止了我的举动 你要报警吗 千万别那么做 他们说 如果报警的话 肯定会让我们 后悔一辈子 我眉毛皱得很紧的 有些举棋不定 像夏超然这类人呢 很容易就能搞到枪支 我现在虽然实力还不错 但是呢 却堵不过子弹呀 哎 陈浅浅天离开了陈家 没人照着我 所以啊 夏超然才敢公然跟我挑衅 他要报仇 他要一雪前迟 如果我单独过去的话呀 恐怕是兴多举少 但如果不去呢 或者去晚了 小会又会有危险 哎 该死的 哎 没时间考虑了 必须去 我将背包背好啊 拔掉了房卡 来到楼下打了个车 直奔 新月开发区 在车上 我轻轻揉着双眼 暗暗思考着对策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啊 夏超然是斥定我了 上次我狠狠的羞辱过他 他碍于陈浅天的身份 不敢为难我 现在知道陈浅天落魄了 居然又找到我头上 哎 不过令我疑惑的是 夏超然家里虽然有钱 但是也没到手眼通天的地步吧 没道理我刚一到庆天市 他就发现了我的踪迹啊 而且呢 对方还有一个厉害的道士 这分明就是对付我的阵容啊 我昨晚才到庆天市 只用了一个晚上 就能安排出如此周密的计划 找到这么多人手 总觉得哪不对劲啊 但又说不上来 到底哪里不对劲 岳英呀 也跟我坐到车上 在我身边叽叽喳喳的说着情况 我一言不发 否则呀 会被司机当成精神病的 城东这边地方 以前呢很荒芜 前几年改建成开发区之后 人也不多 边缘地带更是人烟稀少啊 建筑基本都是大型的仓库 和一些非法的工厂 下车后岳英说道 他们把姐姐帮走的时候 说了一句 C10 应该是仓库编号吧 我们去找找 很快呀 就找到了C10号仓库 侧面的小门 虚掩着 门口啊 停着一辆面包车 跟岳英描述的大致相容 正当我准备推门进去的时候啊 岳英有些忌惮的说道 我 我在外边等你吧 我又皱了皱眉毛 但转眼一想啊 便释然了 他道号低微 跟进去啊 也帮上什么忙 于是我点点头 手中握着风雷扇 推开虚掩的门 走进了仓库 哎 如果大姐在这里就好了 如今大姐道号金飞洗笔啊 可以轻易叫人杀死 当然 在我的压制下 他不会那么做的 这仓库啊 似乎已经废弃了 里面非常空旷 仓库中央放着一个桌子 桌上摆着一个纸壳 箱 哎 这什么意思啊 我站在原地思考了一会儿啊 迈步向那个纸壳箱走去 当我手碰到纸壳箱的那一刹那 后面的小门忽然关上了 我猛然回头 眉头紧锁 快速的打开纸壳箱 发现里面放着一个黑不溜臭的东西 上面还有个电子显示屏 正在倒计时 十秒 九秒 这东西怎么那么像电影里的定时炸弹呢 过了两秒钟 我大概理想了思路 这是一个专门对付我的阴谋 但是呢 真的需要这么麻烦吗 直接找人开枪打死我不就完了吗 哎 来不及思考这么多呀 我快速掃湿了仓库一圈 发现二楼有窗户 但窗户全部用户篮封死了 根本就不能走 仓库的大门和侧门全都被锁住了 我快速的将侧门跑去 同时心中暗暗数秒 六秒 五秒 我一边跑 一边打开了风雷扇 对着侧门快速的反扇了一下 哗 一道雷电 从扇中飞射而出 直奔小门射去 门锁的位置被炸了个大洞 两秒 一秒 我零空乐器双脚狠狠地踢在了门上 与此同时身后轰的一声 一道猛烈的冲击波打在了我的后背 同时我也被撞了出去 蹲在门口啊 我的鼻子连中 被炸弹的余波撞了这么一下 我觉得全身的骨头啊 似乎都要散架了 正当此时旁边不远处的舱门啊 打开了 十几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有的手上拿着消防斧 有的手上拿着水棍 而走在最前面的 夏超然竟然光天化日 明目张胆地拿着一把手枪 他嘴角带着冷笑 远远地说道 夏龙同学 好久不见的 刚才看到你手中的扇子 能发出雷电 真的让我吃了你听的 那是什么宝物啊 或许这东西啊 谁让人少会感兴趣吧 我吃力地站起身 强装没事的冷声问道 小慧在哪 小慧 小慧当然在自己的学校了 夏超然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 夏超然话音刚落 对面一个中年模样的人 对院英 说道 嗯 干得不错 我眉毛皱得更重了 实在搞不清眼前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浑身疼痛 实力大打折扣 动起手来 肯定是要吃亏的 如果对方没有手枪还好 但 夏超然停在了距离 我十米左右的位置说道 小龙同学 你一定感到很疑惑吧 其实事情很简单 为了报答你两年前 对我的羞辱 我请到了广玄道长 共商对策 看看呢 怎么引你过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啊 我们发现了小慧 竟然有个双胞胎的妹妹 是院英 于是呢 道长抓住了她 用她父母和姐姐威胁 让她去吓唤姐姐 小慧呢 害怕之下 肯定会向你求助的 然后呢 再演一出 姐妹情深的戏 第二天早晨呢 让她去告诉你 讲消息 就说小慧 被我绑架了 嘿嘿 本来啊 是想用定时炸弹 炸死你的 让你在临死之前 感受一下绝望的感觉 嘿 没想到啊 竟然被你给跑了 出来 更给我送来了一件宝物 真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啊 这么说 一切都是她的演戏 我指着院英问道 小慧并不知情 嘿嘿 你还挺关心的贱人 放心 她很快啊 就会下去陪你的 哦 不好意思 我忘了 等你死了啊 道长会出手 将你打得魂飞魄散的 运英 听到夏超然这样说啊 声音尖锐的说道 你不是说 我只要帮你们 你们就不会伤害我姐姐吗 夏超然呢 贪了贪手 嘿 是啊 我前几天呀 决定放过你姐姐的 不过现在嘛 哼 我改主意了 怎么了 你想缠着我吗 夏超然贪手的时候啊 牵口也指向了一旁 我目光一凝啊 猛的用扇子 向对方一群人猛的正扇了一下 正扇为风 反扇为雷 一阵狂风 从扇中呼啸而出 狂风吹得对方身形不稳 连连后退 也让对方呢 无法睁开双眼 我用Z字形 向夏超然 快速的跑了过去 抓住他的手腕 用出了16路 擒打手中 空手夺白刃的招数 将他的枪夺了过来 然后一手勒着夏超然的脖子 另一只手拿着枪 指着夏超然的太阳穴 即便这样啊 夏超然竟然还敢乱动 我低喝一声 老实点 不然一枪打爆你的头 夏超然啊 轻蔑的说道 吐包子 手枪给了你 你会用吗 我用大拇指将手枪的保险打开 用力的顶着夏超然的脑袋 不就是开枪之前要打开保险吗 夏超然 我不去找你的麻烦 你竟然主动敢惹我 他敢忙改变语气啊 小小龙头 别激动 我刚才呀 跟你开玩笑 你快把枪放下吧 夏超然 你真的以为我是你想捏就捏的 就算今天你真的把我炸死了 我也敢保证 你绝对活不过一个星期 不知你会死 你家的生意也会倒台 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以后别再来烦我 也别去招惹小慧 否则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我这次呀是真生气了 如果夏超然继续招惹我 我真的会杀了他 否则等我死之后 父母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他赶忙答应 是是是 小龙同学 这次呢是我太过分了 请你原谅 夏超然口是心非 我想了想再次警告他 你是聪明人 应该能想到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宝物 抢走我的宝物 你就不怕宝物的上一阵主人 找你谈心吗 放聪明点 别逼我动手杀人 是是是是 他赶忙啊 低头说道 这手枪啊 就当你是向我赔罪的物品了 我带走了 好的小龙兄弟 你随意 我抬头看了看中年道士 还有你 作为一名道家传人 竟然为了赚钱 为股作仓 我记住你了 你给我注意点 我这话呀 可不是威胁 焕宇阁 是有义务杀掉这些邪修的 以免他们害死更多的人 外门弟子有时候 也会派出去执行任务 当然 这个机会呀 很少 中年冷哼了一声 没说话 我指着月鹰说道 你跟我走 我放开着夏超然 强装淡然的 缓缓向远处走去 走出一丁的距离之后 我低声问月鹰 他们有没有追过来呀 或者拿出手枪 没有 月鹰回答道 你看着他们 有什么异动 马上告诉我 我皱着鼻子说道 顺利上了计程车 我摊坐在座位上 露出痛苦的神色 对司机说道 师傅 去医院 月鹰啊 仿佛做错的小孩一样 在一旁道歉 对不起 滚 以后别让我看一见 我低贺了一声 司机啊 奇怪的看了我一眼 月鹰飘走了 我掏出手机 分别拨通了陈浩天 和见男的电话 不会败的 这就是 我看了一遍 我看了一遍 感谢观看